好我們看範地3 範地3說空間中有個四面體 哇這個你看得出來 它是個立體嗎 不容易看出來 你看出來這個嗎 ABCD是個立體圖形 然後呢他說已知 三角形ACD跟BCD 都是個等於要三角形 然後我又有圖還告訴你 AC等於AD等於3 BC等於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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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AB等於4 AB等於4 CD等於2 然後呢他說如果三角形ACD 跟BCD BCD 的假角是θ角 請問你cosθ是多少 這怎麼辦 你如何找出來那個 他們假假 簡單的說啦 簡單的說 你就是要找出來這個東西 因為你看到 你現在看得出來這個 其實說出來它是個三角錐嗎 你把那個BCD講成它是底面 就是那個底面基 有沒有 A點的頂點 所以 ACD跟那個ABC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側面的那個角錐 那個三角形 看懂了齁 好所以呢我們要畫 畫的東西能不能畫 三角形ACD的高 因為我們要先找垂直的部分 然後呢再找出這個垂直的高 這個垂直的部分 然後這兩條直線的假角 才是我答案 會不會 聽懂了齁 OK 那我們看怎麼算 來我們先找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假設這個垂直的高的部分 就是這個 1 好 請問你A1怎麼算 A1 E問看這邊 E問它是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你畫出來這個高呢 這裡肯定就是1 所以我的A1長出來了 我的A1有啥 A1 就可以用B式地理嘛對不對 斜邊平方幾乎 1的平方 就 三個平方幾乎 1的平方 OK 所以等2更號2 就等更 更號8的意思 欸 寫錯了就是AB Sorry 是A1 A1 再來我們長出B1 好 B1怎麼算呢 又來了 因為下面這個 底面的三角形 這個等下三角形 所以這裡是1 這裡是5 所以他答案等於更號 5的平方 減掉1的平方 就等於更號24 就等下那個馬 約分好了 然後就把它提出來 整數把它提出來 好 那問題來了 題問是要找什麼系 找這個cos 系統 他講的是誰 你知道嗎 他講的是講這個假角 對不對 好 請問你 跟這個夾角有關的 是哪一塊 知道嗎 就這個 AB B1 跟A1 請問你 這三個邊 我就知道長度了嗎 知道啊 因為這裡是4 對不對 這裡呢 更號24 這裡呢 不是2更號2 就是更號8的意思 那請問你 三角形裡面 我測到三個邊 我要找其中一個角 我可以用什麼辦法算 我是可以用那個 預選定理 對不對 用預選定理 所以用預選定理算吧 來吧 預例就是4的平方 等於更號8的平方 加上更號24的平方 然後呢 減掉兩倍的 再加上更號8 再加上更號24 再加上可塞系卡 這樣子 OK 所以把可塞系卡算一下吧 來 可塞系卡點多少呢 快速幫你看一下 那下面你看 右邊這個地方 也有勾紙可以帶 這邊給你 預選定理 你可以把它用來帶一下 都OK 好 那答案 不好意思 快速幫你看一下 答案就等於 更號3分之1 就等於3更號3 所以單算出來了 3更號3 那這個題目的話 因為這個題目的數字 當然 因為不是很好看 我想的所謂不是很好看 是因為它不是特殊假 否則像那種題目 一般都還會告訴你 題目 你要試一台假幾度 因為這邊沒有 就OK 所以單算3更號3